在聖誕節前夕 有18度C文教基金會 以及埔里共學讀書會 在埔里實驗林舉辦埔里童話 國際聖誕音樂派對的活動 結合埔里產業希望讓學童 過一個寓教娛樂的聖誕節慶 是想要讓我們埔里 以前30年左右 或者20年前 這樣子的一個在打拼的 這個手工加工的 這個家庭的這個 工藝呢是讓再喚醒一下 那藉由這樣子的創意呢 也帶領各個小朋友 來做這樣子的巧思 所以其實只是策劃活動 讓所有的孩子呢 也不要忘了本 先議員吳國昌 肯定18度C文教基金會的用心 能夠結合埔里在地特色產業 讓小朋友以及參加這場活動的人 都能夠從中了解到埔里早期的歷史 這些作品 很多都是要讓我們這些孩子 來學習 再來學會 再來喔 對於早期的文化的傳承 都有很大的功能 所以這次呢 我們在燕士林這裡 參加的人所 是大人 都帶孩子來參加 現場滾滾 再來配合聖誕節的成績 來基盤 真的有聖誕節的氣氛 對於現場展出胡桃錢人偶 以及其他埔里百年來特色產物 先議員廖志成 肯定18度C文教基金會的用心 也期許能夠將這些特色 融入埔里觀光產業 再創埔里的榮景 在這裡也有吉祥母的比賽 包括有我們的青蛙、鴨鴨、鯊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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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小朋友裝扮成各國風情的衣著 加上現場木器展出 也讓這場活動別具風情 先議員林芳宇 也肯定18度C文教基金會 能夠結合地方特色舉辦活動 活絡地方的發展 最主要的也是融合了我們當地 在四五十年代的一個 所謂的木器業的一個活動 我相信結合這個地方 能夠提供給大家一個休閒觀光的去處 同時也能夠引進我們一些外來的觀光客 成為埔里當地的另外一個過年的亮點 副議長潘一全肯定18度C文教基金會 與埔里共學讀書會的用心 也取取縣府以及相關單位 能夠挖掘埔里的特色 結合地方產業行銷來發展 再創埔里的新榮景 記者陳偉一 埔里採訪報導